接下来看到校园在地震灾后的重建 玉立镇春日国小在2022年的那场0918强震中 校园操场以及廊道严重受损 那么校方是花了一年多的灾修重建工作 终于顺利完成 而今天上午校方就特别邀请了部落头目 共同起不起用 学童也终于能有一个安全的运动场地 资罗部落头目黄启元、里长陈青莲 与校长陈绍山一起洒酒敬拜 召告祖林地震灾损附建工程圆满完成 也向祖林祈福日后校园平安无灾 我们的祖林、我们的祖先 在光与他们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 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的超 出自脱小的一个操场的一个落井 2022年0918强震重创花莲南区 玉璃镇春日国小当时校园操场 以及廊道严重受损 隔年台风连续侵袭破坏 让尚未从地震灾害中复原的校园 是更加雪上加霜 但校园安全的维护一刻不能停 校方就积极争取 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终于全面完成灾后重建的工作 那刚刚好我到任的时候 我一直积极要拯救这块场地 所以上面长官的帮忙协助之下呢 终于取得这样的一个经费来拯救这边的操场 那总金额是400多万了 那在今年的3月29号做第二次的验收完成 所以现在看到的操场是全新的一个设施了 完成灾后重建工作不仅学校 社区部落学生家长也都非常欢喜 共同参加这一场其补其用活动 校长陈绍山表示 继续发挥学校足球特色教育 也和社区大众共享校园安全环境 完成一个新的操场设施 无非是给学校跟社区的人 有一个安全跟优质的环境 那个是首要的目标了 那再来我们学校最近成立了 成立了足球队 所以未来这个操场呢 我们足球队的小朋友呢 也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地来训练 从地震风灾中重新站起来 春日国小与部落社区也满怀感人之情 在各界支持协助下 共同为学童们打造一个安全 且舒适的学习环境 记者是一日蓝 玉璃镇采访报导